我们是不是还有地区别 地区别 所以我想要 我有时候除了要看 要看就是说 最近这两年的一个比较 我是不是还想要再看什么呢 地区别 地区别 好地区别那就更简单了 首先 我个人的建议是 先用 先用个 这个图 这个图漏斗图 来画 地区别 所以 所以 它一样就是群组跟直 所以请勾 地区 地区就是亚洲欧洲这些 地区 好 请点地区 然后它就会自动放到群组 再来就是直 可以吗 所以我会把那个 我会主要 主要的 像例如说什么 这个是不是很小一点点 南美洲 你觉得需要去比这么少的数字吗 我绝对不需要 所以我会把这里面的值 是多少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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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把这个值 这个值 五千万好了 就是这个值 大于 大于五千万 大概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么小的数字 我干嘛在那边比 好 你看 你看 当我现在点到2020年的时候 有看到吗 它所呈现出来的数值 跟2019年 你这样是不好比的 对不对 所以我要换一招 教你们 就是 我用比例法 比例法 做法很简单 做法非常简单 就是 这个 这个 这张图的值 请改成总计百分比 总计百分比 好 你看 在2019年的时候 差不多 维持原状 有看到吗 可是到了 在亚洲地区 是维持 跟 就是 整体平均是差不多 都是66% 有看到吗 2020年 有看到 它就有变化 从66 变到71 就是 亚洲地区的依赖进口 程度 增加 5个 来分别 我可能再稍微讲一次 然后 我们就要准备一下课 好 我们刚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很正常的 你就勾选值 值就放进来了 这个值 它很单纯 就是用总值 就全部加重起来 可以吗 就全部加起来 这个总值而已 可是 这个值 我觉得不好地方 就是 它应该要改成比例 比例的方式 更加容易 让我们在视觉上面 说明 它的差异 不过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